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婚礼结束几个月之后再次登上头条 为什么呢 因为3月29号有网报称说 冯科肯没有信赏程度哦 没有给亮莹转移财产哦 但是这边冯科立刻晒出有效证明啊 证明自己已经把原有的800万股权 都转到了张亮莹的名下 话说这两口的日子过得真的挺糟心的 这个两个人之间什么样的财务状态 什么样的财务状况 总是这种不得已要晒给所有人来看 当然啦 我觉得两口子之间啊 这个财务应该如何去分配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有的人觉得哎 两个人的这个钱干嘛分得那么清楚 你的你的我的我的都是一起的嘛 对不对 显得很亲密很信任 但是也有人觉得就应该分开啊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所以大家觉得什么样的状况 是你比较接受的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一起来讨论一下 来看一看今天谁是头条搞个大新闻 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 你有没有恨过一个人 前脚银版三声酸事实力桃花 阵容全曝光 昨天电影就宣布定打 7月21日跟白浅夜华不见不散 随四海八荒种仙曲 反间游玩已翻 随手剧版三声播完 咕咕咕咕咐就同步发文写观众 我们之后再无夜华和白浅哦 但老话说的好 昨日留一些日后好相见 既迎把海豹剧照顶庄照陆续曝光后 昨天电影三声三世最新预告片有重磅来袭 不管你是白人素质 还是上神白浅 这朱仙都是你的结束 我的妈 瓜友表示 果然话标太满 脸不要太透 杨阳和刘亦菲才是眼狗的终极盛宴 无论是动作戏哭戏都能诠释的激进完美 屋里天仙露出的狐狸牙齿细节我给满分 这么歇斯底里的表情也不会崩 天生理智羡慕不来 但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居然都是原音不是配音 台词功底大写的福气啊 总之刘是昆仑善一山 央视小天鹅是羡慕好走不送 当然除了预告片燃炸 发布会白夜夫妇也带着电影里的小团子现身 一家三口再次同框 杨咪咪大不列颠时宝娃又出现了 网友们心疼团子 估计他内心忘S是 好讨厌哦 可还是要抱持违向 但从电影里倚心喜天下的儿子和倚心谈恋爱的爸妈来看 接只能说 圆圆滚滚的小团子是如何养出来的 求野花乃爹解惑 至于其他主演 虽说老凤凰敬哥哥没有出席 但是演情仓的演艺宽 以及让人恨得牙痒痒的素贱李纯 昨天倒是出尽了风头 牵着为小鲜肉洗白 现场自爆痒痒的镜也不是吹的 拍戏时不小心伤到他鼻子 但妹妹还是忍痛让导演重来 李纯虽说名字不火但脸不赖 虽说靠着火烈鸟头是成功上头条 但这次看现场 瓜友们集体表示 原谅我老分不清李纯和王欧 不过好在妹子角色选得好 素贱有多美 去别全靠嘴了 究竟他把天飞演绎到何种程度 皆想说 看现场几位主演推素贱跳猪仙台就知道了 至于最后有人问 怎么没有东华凤酒 据官方表示 由于电影时长的关系 东华与凤酒的支线在电影版中没有出现 不过花一张电影票的钱 看一场远古神仙谈恋爱 繁华瑰丽的特效大餐 高定的服装秀 也是不要太直了好吗 总之一场轮回一场梦 那么一个棘手的问题来了 有人说 面面和天仙怎么看都想姐弟恋 究竟他们私下如何对系 昨天现场两位也是真实呈现的 杨总啊 老身不偏不倚 长了你四岁 你还是换我一生 姐姐吧 哈利换你娘亲 我却要换你姐姐 浅浅 这样甚好 接最后只能说 除了雨清昆仑善太像扫帚之外 暑期必须拱付三生制约 等了一年多终于要来了 叶华殿下 带我们去喜务宫参观一下吧 接下来 时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成了棒点猛料 游异在花花不开 无心插流柳成音 最近阿娇的乌龙恋情 将此前并不见经转的超级负二代勤奋 推上了风口浪尖 经历了小号风波 跟自从PK豪车后 最近喜哥跟勤奋 随要天价分手费 再度将这位少爷送上了头条 有网友报应 喜哥和勤奋确实分手了 但前提是 勤奋需支付喜哥五千万分手费 而至于二人为何分手 一是勤奋的朋友 都不喜欢喜哥时常作药 第二就是勤奋的前任女友维雪 竟然为其产下医子 饿了个擦 这也还不算完 紧接着还有爆料称 喜哥还威胁勤奋 若是不给钱 就曝光他出轨阿娇的证据 天哪路 真是自古少爷闪多情 短短几天 勤奋就被曝光三个女友 对此大批粉丝纷纷喊话 少爷抱住身体呀 演出刚生小人的小海绵 三天就出院的baby 一直是中医界的一道难题 如今虽然还未复工 但是这场后恢复能力 也是看比卡通人物 生完两个多月 依然亲手的像没生过了 依然不少网友 质疑是找了待遇 这脑洞也是一鸣惊人 昨天baby却一早 晒出健身lap gel 打脸酸民 并写道 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上背 只见baby身材纤细 而且手臂肌肉明显 似乎为付出在做准备 真是小小的身体 藏着大大的能量啊 一早六点就努力健身 难怪生完身体妙恢复 不少迷地迷妹 也才心疼baby 要优解说 这惊奇神一看就是日常 柠檬才要勤快点 毕竟早起的瓜友 才有baby看呢 生活一段段 演出一站站 如今越来越多的歌手 将自己的全国巡演 转变成了全球巡演 但毕竟天王天后 就那么几个 不少歌手走出国门后 纷纷遇寒 继此前小天后 邓紫棋送演出门票后 最近又有网友爆料 张惠妹25号的意大利演出门票 也遭清仓处理 最低票价竟然只有0.5欧元 然而根据官方的票价显示 该场演出的票价 依然是在49至258欧不得 随后也有当天去看演出的粉丝 晒票跟力政 自己是花了188欧购买 另外从当天现场的照片来看 演唱会也是作物虚席 这就奇了怪了 那么成这次又像之前某酒店一样 入主嘉宜员 送阿妹演出门票吗 欢珠哥哥播出至今 已过19个年套 除了捧红赵薇林心如 所有捧等人 容嬷嬷也是家喻户晓 成为邪恶红人里的领头羊 李明奇老师因为容嬷嬷一绝 生活中也成了重视之地 大车差点聚载 买菜摊饭不卖 甚至还被扔鸡蛋 其实当年在拍摄扎针紫薇时 李明奇老师怕会不小心伤到心如 所以手里攥着的针 针尖是对着自己的 私底下李明奇老师更是和蔼可亲 经常照顾流浪猫狗 80多岁高龄坐公交 被让座后笑着道谢 多好的一老太太呀 你们这些熊孩子还不好好嫌疼 恍然大悟的瓜友反思 李明奇老师凭借精湛演技 让大家错合了他将近20年 现在唯一恨他的 估计只剩下胡获卡普粉了 恨他当年下手太轻了 电视剧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在《我大优酷》已经播出 也让杨幂和赵又婷 成了大热的一对荧幕卡普 以由未尽的迷地迷妹们有眼福了 近日为了登上八杀四月看封面 姑姑姑父再次合体 昨天两位上线的蓬拍花絮曝光 杨幂搂尖礼服变花仙子 白浅上身惊艳回归 赵又婷还是一级黑衣 叶华你要不要这么撩人 不过说好的合体照呢 难道是单人版的双封面吗 好吧 反正一个美又线一个稳又牙 也算对得起瓜友了 不过姑父这凹造型的技术 长进不少啊 秘密真是没白在床上教你 凤凤雨雨 磕磕绊绊 冯科张亮颖的终成眷属 堪比修仙还难 虽说如今他们早已修成正果 但外界对二人的质疑伤 却仍旧不断 最近有爆料称 成家快半年的冯科 至今未把财产转移给张亮颖 怎么会的事啊 眼看一场剔斗会即将展开 冯科却在昨天中午 突然晒出了一张 股权变更信息的截图 据图上信息显示 冯科已将原有的 800万股权转到张亮颖名下 而自己只保留1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该股权的变更日期 是在去年10月 也就是说 冯科在二人婚礼前 就已经把财政大权 上交给老婆了 在这儿 优解对男人的这种 自觉的态度必须点赞 不过既然都是一家人了 还分什么你我 都是亮眼的 千呼万唤使回来 关于这个小说 回到优酷的消息 已经让很多网友 激动了很久了 4月7号 我们要正式欢迎 小松小说回家 高老师将会带着 全新的小说 2017在4月7号 早晨7点钟 准时morning call 和大家见面 那关于在看小说的 这几年当中 我想起很多人 也有很多和小说 之间的故事 是不是因为听了小说 而想去看看世界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当中 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今天调戏大明星 就是世界依旧很大 大到可以小说 世界依旧很大 大到可以小说 高小松带着他的小说 回到优酷 小说2017将在4月7号 成一播出 这次高小松 可是准备了 满满的硬知识软件节 再次归来 而开篇内容 竟然是男人看了会沉默 女人看了会流泪的 金平梅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 到我这个年纪 我觉得那是一本 非常值得 这个看的读的 思考的 感受的一本 伟大的文学作品 我也不会去讲那里面的 那2%的内容 而是只占2% 那不是一本真的黄书 我说一半时间都在写 那个那不是 那是一本很好的 很好的文学作品 所以就 说实在的 如果你有一天想讲文学 你不是那么容易 找到一本书 能够拓展到 那么广阔的领域去讲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 这个非常值得讲 肤浅 听完高晓松的这番话 又没有瞬间想面壁了 不光有文学内容 这次高晓松 已经将整季的节目 做了完整的规划 绝对有你听了 没听说过的知识点 我当然是有规划的 就聊文学是一条 很大的一条线 但我也不会像讲课 那么聊文学 那就没意思了 当然还会有 比如说我想给大家介绍很多有意思的博物馆 你博物馆实际上是切入点 就是那个点不用你去找 人家辛勤的创造这个博物馆的人 一代一代的人已经把这个点都找到了 人家怎么收藏 收藏什么 是人家用了这么多年 去精心去想好的事情 那里面有很多值得讲的东西 也许是一个断代历史点 也许是一个分类历史点 也许是一个美术的点 艺术的等等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世界在变化 然后有这么多东西在发生 包括我们节目已经做了五年了 很多常规性的东西 每年颁奖季的时候 咱们就讲颁奖季咯 然后每年有大赛的时候 咱们讲讲比赛咯 然后发生什么大事 咱也跟着一块聊聊不成熟的小建议 我觉得既然这个节目 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很多标配 我觉得做起来 你也就比较轻松 这不就是从眼前的苟且 到远方的田野都包括了吗 听说句挺过言 可小松肚子里 真的还有那么多货吗 网上早就有小伙伴提问了 讲了这么多内容 矮大姐 你是不是知识已透支 感觉身体被透空了 其实从第一年 就有需要恶补的 但是是这样 人不是一个 这样水平的一口井 就是什么东西都在这 要补就在一起 我是就人是好多口井 有的井就特别丰沛 那水特多 有的井就不是特别多 所以有的 我不是特擅长的领域 我可能就需要恶补一下 但是我真的不擅长领域 我不会讲的 所以这个 大家老说你懂挺多 我说其实不是我懂挺多 而是我懂什么讲什么 所以基本上还是说 你认识到的 你觉得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 那你未来会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 你会有更多的认识 当然这个世界也会给你提供 越来越多有意思的事情 那我觉得就完全能讲下去 听见没 高主席的学习能力很强的有没有 而且正在扬长避短嘛 当年小说开播 好多人发现 原来这胖子还这么有才华 而最近好多人又发现 这胖子是要变网红的节奏啊 这微博上又是讲段子 又是逗闷子 还没事帮人家义务的推销爆诊 帮谁做营销 帮爆诊 我没有想帮爆诊做营销 但是我觉得好有意思 是吗 我不会出品爆诊的 我也不会去找他 我就说我采取两不管政策 第一我也不会去找他要授权费 因为我觉得人家小本经也不容易 说实在的 这个我又不是真的靠颜值要生活 我也不会出什么周边的这些东西 然后第二呢 我也不想给人发个律师函 说你这个就别弄了 我觉得人家弄得挺好玩的 然后也有人愿意拿着这个 摆出各种造型去玩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反正就当一个玩耍吧 那你让别人挣点钱 何乐不为呢 对自己又挺高兴 那人家不选我了 人家要想弄帅的 人家就弄吴彦祖去了 人家不是就觉得你挺好玩的 然后弄一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听到这儿咱就得追问一句了 人家用爆诊恶搞你 你去乐呵呵的转微博 某位是找歌手唱了你的歌 你咋就飙了呢 不可以 我觉得像你创作 因为音乐啊电影啊 包括优酷的这些内容 其实不光是一个人创作的 我这脸 当然也是俩人创作的 我爸跟我妈创作的 但是人家没当成一个版权来创作 但是如果你创作音乐 因为音乐也不是你一个人创作的 是那么多人记得那么多努力 如果你不尊重音乐的版权 我觉得是对行业的伤害 电影就更不用说了 那更多的人一起通过那么多年努力创作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创作生产出来的内容是 一定要尊重版权的 而且我是从来也不往后退一步的 就是一定要跟你弄清楚 就是版权一定要获得尊重 至于你的脸啊 什么你说过的两句话呀 那我觉得这没什么 那你无意中说两句话 突然被人当鸡汤了 那当鸡汤呗 然后你长成这样一张脸 人家拿去玩一玩 就玩一玩呗 看来这位胖大叔 依然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嘛 网上玩闹归玩闹 高晓松却知道 版权是严肃的 知识是严肃的 虽然高晓松一直在强调 这几年自己变化了很多 但看见你的出现 一如小说刚推出的那样 我也就放心了 没事别刷屏 有话好好说 今天在头条的时候 我们讨论了一下 你觉得情侣之间 夫妻之间 这个财务应该如何去 怎么说 经营 你看有的人是喜欢 两个人和在一起 比如我 我觉得这样 就是你如果足够信任他的话 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然也有可能 这个理念比较落后 也许很多年轻人觉得 就是应该分得很清楚 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当然大家是一个 什么样的理念 可以在留言区当中 我们一起来分享 另外今天 聪哥要向各位求助 因为参加了一档 全新的节目 叫做胜利的游戏 是一个在线上探案的 跟以往大家看到的这种探案 网综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会在 每周六晚上八点钟 记住了吧 将会进行线上的直播 也就是说 这个所有的网友和我们玩家 是同时去看到这些线索的 但是不一样的是 大家可以去其他玩家的房间 帮我看他们找到的线索 再偷偷的告诉我啊 这样我就很有可能 最后会赢得比赛啦 所以请大家在这个 四月一号的晚上八点钟 可以关注我们 胜利的游戏的直播 来帮聪哥一起探案 当然啦 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 一起来分享一下 你觉得什么样的探案 小说是最好看的 很有助于你的逻辑思维呢 也可以帮我推荐一下 等着看大家的留言 来看今天的点歌 文字说 聪哥大嫂 你们好 我是周笔畅 12年的脑残铁杆粉 本来想去看 4月7号的演唱会的 但是因为出差和偶像擦肩而过 预祝演唱会顺利 想点一首 为了认识你送给自己 吴燕以对说 聪哥大嫂 哈喽 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 看着夜晚的街道 不由回想起大学时候 和室友们一起 亚马路的日子 想要没有尽头 一直往南方看 想点一首公路之歌 哇 我觉得他的这个留言 你脑补的那个画面 会觉得特别青春 特别美好 有没有 我就是我说 聪哥掏扫 马上清明节了 想想很激动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这几天我哪都不去 各大景点 必定人满为患 在此要点一首阳光宅男 好 我个人觉得 我不是特别喜欢小长假 我还是很希望 能恢复五一的长假 因为感觉五一 这种春天才是 这个哪都特别好玩的一个季节 三天好像哪也去不了 的确像你所说的 哪人都特别多 但是五一 因为价长嘛 大家的选择就多 就可以分散到各个地方 当然了 我们的呼也没什么人听 我们就是在这自己拜拜一下啊 以上三首后选曲目 各位喜欢哪一首呢 赶紧来投票吧 最后还是不要忘记啦 在周六的时候 帮我一起铺案哦 我是汪聪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为你一首帮我赶紧 泪那么多英勇 我总是温暖 这种地域 泪泪 这世界很酷